中立有一家传承40年的三大老店 招牌是卵丝鲜虾米粉堡 用的是当季食材跟白斩鸭的高汤 米粉充分地吸饱汤汁 海鲜用料澎湃 今天很多 很好 都在这边 我们吃的菜不错 新鲜 然后又很卫生 这牌子你看就知道 特优的这个店 招牌是那个米粉堡 老客人都知道 中立后站老店40年的好思维 由第三代剪进红街手 这位长得像歌手陈奕迅的大厨阿红诗 最爱钓鱼 对食材刘若指掌 我也会钓透抽 钓暖诗 今天这个暖诗就是我钓的 这么挑选 第一个 如果眼睛这边有戴一点绿色的 它的品质鲜度是很好的 可以称为5A了 用钻石级软丝煮米粉包 鲜味自然不在话下 但高汤里还藏有另一味 我们客家菜非常注重 白斩的最主要是因为我们取汁它的汤 它的汤就很天然 我们就不用加过多的味精 汤头加入粉丝放上鲜虾与透抽 还要舀上蒜酥与油葱酥 让米粉吸取汤汁精华 其实我在推的也叫做季节米粉堡 暖诗鲜虾米粉堡 这个都是属于季节 我们可以替换主食 菜单跟着当季食材走 客家菜油 手工即将花枝卷也一样吃在地 手工包卷得专注油炸时 才能面衣不分开 打开香气四溢 另一道红梨仙丹黄金乌骨骨鸡 食材大多来自桃园 大些红梨中里单森平振地瓜 还有鲜嫩乌骨鸡清爽又补生 乌骨鸡冬天吃很薄 还有这个当地的这个地瓜 在这个现场有非常浓的 这个仙草的味道 桃园也有仙草 那我只是把它做一个转 就是说让它变成是一个料理 让它变成是一个上得了台面的美食 让料理变成食材的伸展台 阿弘师费时费工做油葱酥 以水与酱油一比一比例 加入油葱酥拌饭 让简单一碗白饭也有滋有味 对 这样就可以吃了 我看已经准备好了 看起来 OK 镜头闻不到这个油葱酥的香味 非常的香 是是是 其实是那个香气 我们的那个油葱酥的这个香气 对 然后它这样子吃可以比较刷嘴 阿弘师说起食材偷偷试道 厨房里用的都能在这里找到 取菜点就是说我用的食材取自于这边为主 吃的好吃它可以买回去煮 因为它不会一直每天上餐厅 简进宏请助心力找好食材来推广 就要把他们的东西能够做一个 像我们后面卷轴的展示 第一个负责人 他的商行或者是他的企业名号 我的溯源就是找得到的鲜 食当季吃在地 简进宏的坚实让他连续拿下金牌好店与好鲤五连霸 从传统食物教育出发 让更多人看到台菜的美妙滋味 记者沈方米陈宏达桃园报道 动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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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项